当地时间3月21号,以韩朝非军事区为主题的艺术展在首尔开幕,在主展厅中央,矗立着一座7米多高的和平之中。 和平之中创作者告诉记者,该中的铁衣材料取自非军事区废弃的铁丝网等。 同样的,另外一位创作者也收集了废弃哨所的铁门铁棍,他制作了一个视觉艺术装置,大屏幕放映影片,讲述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村民的生活。 在屏幕下方,他将非军事区的废弃物品堆放一旁,希望以此产生观众的共鸣。 非军事区地处韩朝边界,数十年来戒备森严,曾多次爆发零星的军事冲突。 自去年朝鲜半岛关系缓和以来,韩朝提出要将非军事区打造为和平地带,并于去年底前分别试点完成十个警备哨所的撤离和拆除工作。 如今,这些哨所残骸和非军事区的故事被艺术家赋予了新的意义。 这是黑帽子,所有这些铁衣材都放在DZ。 这些多年来拍摄的照片,记录了韩朝警备哨所的变迁。 展览现场,诸多老照片讲述着非军事区的故事。 有艺术家将照片制作成屏风形式,还有的照片以书籍形式呈现,方便人们翻阅。 画家们也用色彩描绘着非军事区,有不同时期不同地点观测到的金刚山,有从瞭望台看到的全景,也有展示一瞬间的水光山色。 其中一件作品《二月》也颇有特色,黑色的铁丝网密密麻麻,细看之,骑上插油彩色风车,几只小鸟在一旁歌唱。 他称,寓意春天不远了。 此次展览接纳了超过50位韩国艺术家的作品,将持续至5月6号。 还有,有一个改变的情况下,在这种情况下,我们可以谈论了未来的许多意识。 这展览可以谈论了未来的许多意识。 这展览可以谈论了未来的展览。